中华館是農業大館 参佛鄉竟然有公路回行志青 中华館在各行農業比賽當中 都有拿到很好的性質 在生產方面 参佛鄉農會 會會三小班第十九班 一百空八年 在全國三百空一間農會 所推出的三小班當中 拿到全國最佳三小班 二十七月辦完 大家都感到非常驕傲和共營 每年創下三億高三大的參佛鄉 會會三小班第十九班 有二十七月辦完 隆重在北二十七公圈的會產 辦完大家所見的會會精力 有玉花、初雪草、康乃鑫、大梨花 仙人掌和多肉植物丁丁 另外也有苗博、精苗 雖然都是會會來說 但是這次面積和目標市場都不一樣 十九班的經營項目 就參加是參加的會會三小班 會會三小班十九班生理已經十幾年了 辦完有當初十幾人到現在十七人 副辦長吳詠發說 大家都有一樣的理念 透過共産的制度 會打的價格 也比一般能貫出百分之十七十五 這是他們辦的特色制度 我們辦的一個特色就是 其實我們大家大家都有一個心 大家都有一個心 就是我們要怎麼賣 因為到最後面就是價格 能夠怎麼樣的去賣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價格 基本上我們必須要這個東西 我們做出來之後 我們透過共選的一個制度 我們就是說把東西留得真 留得真它的分級包裝就好 我們就這樣來 我們在市場上面我們的價格 就買一個比較穩定 比較好的一個計算 教會是台灣很重要的社會 以適合各種中合來使用 參加是過來教會生產的重心 十九班所政的教會 也會供應北中南國市長的訴求 尤其近年來染區所政的比例 也將近一半 現在大部分就是以染區為主 其他就是大概大部分 我們就是 我們四九班說 大概染區所占的比例 大概就差不多一半 其他就是還有一些大區和小區 還有加上說我們現在出血潮 大理化山 還有一些七年潮 因為這個東西 每一個人經營的方向不太大 我們就是盡量展示這方面 展示這方面 我們畢竟說相對是 目前除了我們的先生長 和多種植物 現在人和多種植物 它的收獎比例 我們發揮了很多倍 我們班員 內面最好的 他曾經一年 光染區 他的產值可以達到四百多萬 再更驚訝的是 你們這班一年就創造三億元的產業 三億元是因為 我們這裡還有 我們這裡還有苗木 我們這裡還有一些藏苗 所以我們這裡有辦法去創造 因為我們的那個 先生長家 這個也是都很大宗 它就是一個很大宗的東西 光花費那是不可能 花費大概我們 大概就是三千萬左右 三千萬左右就已經算不錯了 我們如果說 你說要有 我們總產值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多種植物 有仙人掌 有種苗 有苗木 所以這裡有辦法去創造 這樣的產值出來 無關是三千萬三億元的三大 花費一共產就是一種 高三大的產業 財政管理絕對不可以有 好好的資格採 才不會做受損失 所以除了辦館 國主的努力以外 三小班也必須 和改良長 廣會 令農政單位合作 提供辦館 農政主順 政策技師 跟行銷做法 這對辦館的幫助很大 目前大部分 你說像他們先生長家家家 還是靠他們自己的力量 我們盡量有辦法去創造 我們能夠去幫他推 在行銷的概念或是創造 我們盡量去幫他去做 有辦法去做 幫他去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們就是說 有產銷版的創造 我就讓他不斷地去壯大 農業三小班是他住在港節所在的農民 因為正一樣的農作物 所以只要作為共同研究 沒有就是要讓農作物的 產銷更高 品質更好 所以每個三小班 都會為自己的班來打拼努力 也會為班官創造更好的理由 剛才吳永發副班 就跟分享到 參加鄉 輝輝三小班 第十九班的特色 跟經營計程 那當知道 來自仙人長家多肉職務的貢獻很大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 就是農三代江柏恩的夢 非常年輕的柏恩已經結婚了 並且有一個很可愛的女兒 他說他當做多肉職務仙人長是 跟他們阿公在當時就開始獎了 不過他們阿公在當時是幸福 一直到他的爸爸才開始有獎賣 所以他在國中開始就接觸多肉職務跟仙人長 接觸是從國中開始 國中就是假日 就是不用上課的時候 就慢慢就接觸幫忙 從簡單的開始學 簡單就是我們客戶會來挑嘛 然後會裝飾石頭 像這樣 這個 原本是沒有鋪材石 然後客戶就是會要求說要鋪材石 賣相會比較好一點 就從這個開始學習 這是什麼品種 這是多肉職務 有分兩種 仙人長是有帶刺型的 多肉就是比較沒有帶刺的 這不帶刺 對對對 帶刺就是像這個 這就是仙人長 對對就是有區分 很明顯 對對對 這是多肉 對不一樣 就是分兩種 按博恩的介紹 我們就知道什麼是多肉職務 什麼是仙人長 但是要細說 仙人長跟多肉職務的精力 其實有幾百種 而且現狀都完全不一樣 博恩就是按家 對仙人長多肉職務 刪斷了現狀 一直到國中 就開始進一條正式的另外一個改動 從中心點種起 中心點種之後 它就慢慢往旁邊擴大 就是差不多是不會歪歪斜斜的 就都是從中間開始擦 它就會慢慢變大 很均勻 對 它形狀自己就會長出來 對 順其自然 沒有特意說 去把它叼形狀還是什麼的 它成長過程中是非常慢 這個問題就是 博恩他們的營業店 他們另外還有一公圈 做一位栽培中 完全在種多肉職務跟仙人長 在這個問題裡面 就有50多種的仙人長跟多肉職務 通常會有 皮外上來這裡披肥 也有剩下來這裡買多肉職務跟仙人長 剛才看到的是 小顆的仙人長跟多肉職務 其實還會有大顆的喔 小顆的很可愛 大顆的看起來很漂亮 我們現在就來看 翠姨陰島的 大型的大顆的多肉職務跟仙人長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天王丸井出井的部分 黃色的這個斑 這樣會讓它的銷售價格可以提高 對 就跟有別於一般的品種 像這個是它又生出來的是不是 對 它生出來的小孩 小孩上也會有黃斑 價格就會跟一般 我們批發的價格都不一樣這樣 跟單色的就不同了 對 我們會看它的花紋 分佈的情況 來決定它的價格 所以這是一種 對 這是一種 然後像旁邊這個也是 那它的分佈的頸斑的部分 就會不一樣 還有這個很特別 喔 這個 這個是最近很夯的猴尾柱 我們把它價格在上面 價格的話 主要是讓它的生長時間可以變短 那這顆很像球 這個是金虎 老虎的虎 金虎 還有這個 這個是白條丸墜化 這也是比較特殊品的部分 就是它的生長點成墜化的形狀 那這個長出一朵花來 這也是 這個就是開花 最近是它的花期 這些不同的種類 經過你們特別去做一些照顧管理之後 它的價錢就可以賣得更好 對 沒錯 這樣子要有什麼樣的技術 像這些頸斑的話是 自然生成的 對 啊 墜化的也是 但是墜化的比較特別是 要怎麼樣去維持它墜化的形狀 就是把它切下來 然後像我們這樣 價格在另外一棵上 然後或是 因為它有時候 像旁邊這一棵就是還原了 還原之後就沒有它的價值 所以我會維持它墜化的部分 翠姨是農二代 她的爸爸是十九班的辦館 她在國小就很受訪刑 所以她早早就立下 未來要將農的議員跟幾位 不僅主動平科大農企業管理 她說雖然做事很累 但是每一天在飛行裡面 看到花花草草 心情都會很開心 她也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多肉植物跟仙人人的這個產業 雖然又在學習 但是第十九班已經有少年一代 來團成跟接棒 這也是第十九班的班 大家最開心的事情 吳永發副班長他說很感謝 都跟黨委和聯會的協助 未來他們的不斷突破 求生求變 讓大家每一次來到參與 都能看到不一樣的公路花園 目前這樣的現狀 它已經算是一個OK的現狀 但是我們還是要不斷地去突破 你說田北公公路花園很漂亮啊 但是如果今天我一年來看 兩年來看也這樣 他有可能他第三年他就不會 參與恢復三小班的十九班 運用三小班資材共購 產品共購 花卉共選 顛覆了傳統的習慣 講解成本 創作理順 先說創下九三段 也讓大家看到三小班的意義和價格 只要輕 合作 分享 團結就是最大的力量